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10月5日 星期三 香港會在20大之後通關的消息 甚囂塞上 全國人大上委譚耀宗 早前引述內地朋友的估計 香港很快會跟大陸恢復通關安排 還透露健康疫情的名額會增加 竟然是得到 香港福建邦的頭領 這個應該是暫時的首領 盧文端 全國僑聯的副主席 在明報撰文 就說 正確 二十大之後兩地通關會放灰 當然 這些當然是有消息 福建邦也出來證實 如果香港跟大陸通關 香港取消 這個清零政策是不是跟大陸 完完全全 南沿北撤 是不是大陸也要撤銷通關 如果不是 你香港就不清零 大陸就要清零 但是你香港跟大陸通關 那麼中國怎麼清零 是不是 從這個 蛛絲馬跡 即是告訴大家 20大之後 取消清零 這個是一個重大的政治信息 告訴大家習近平要下台 這個說話 這個訊息 由福建幫香港大佬說出來 因為 盧文端本身是福建人 聽口音就知道 他是在香港人的政界 最高層的那幾個 其實老一輩都死了 現在只剩下他的地位 我們看看他說甚麼 盧文端說 港府早前 大幅放寬入境政策 這個限制得到中央大力支持 並就對外開關與中央有關方面 是有直接的暢通良好溝通 這個已經不同了 是中央 中央是誰 當然是港澳辦 還有 國務院 他認為中央希望香港在構建國家更大範圍 更寬領域 更深層次對外開放的新格局之中 發揮了重要功能 大家記住 是新格局 在更大範圍 更寬領域 更深層次對外開放 為什麼要對外開放 因為現在大陸 不行 很不行 所以要對外開放 意味著甚麼 意味著習近平的閉關鎖國政策 習近平的動態清零 是被否定 習近平 是不能連任 很簡單 這個是 出自福建幫大佬 的這個說話 他怎麼寫呢 最近有人說 特區政府大幅放寬入境檢疫限制 沒有得到中央的支持 影響和內地通關 這種說法不正確 據不者了解 特區政府 不僅就此時跟中央有關方面有直接良好溝通 而且得到中央的大力支持 好了 詳細跟大家分析這件事 之前記得支持 6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和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記得我們現在主頻道被封鎖 下星期二才跟大家見面 大家記得 如果現在無限碌 就一定要用回主頻道 因為主頻道是大部分的廣告 而後備頻道有很多沒有的 現在我們正在用的星期二日報只是暫時性 我昨天跟袁媽媽做過四節全部黃標 一上就黃標 我們現在會放一些舊片上去 今天我們放10月1日的舊片 我們下午才會出片 因為下午還有一兩條 可以有賣的廣告 上午全部沒有廣告 很糟糕 不知道是不是有些人上午上班來針對我們下午放假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月費贊助方面也一樣 這個星期我們都已經預算沒有收入 如果經濟環境的朋友 希望你們訂閱我們的Patreon 我們現在 香港銀行已經全封了 沒有辦法 繼續說 盧文端提到 國家主席習近平 七一講話強調 必須保持香港的 獨特地位和優勢 現在是搬習近平出來獨特地位優勢 當然 難道他告訴你習近平已經倒台了 我們的大哥已經倒台了 是不是 他必須保持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 中央完全支持香港維護自由開放規範的營商環境 和世界各地展開更廣泛更緊密的交流合作 今年8月31日 香港舉辦地七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 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在主持演講中 也清楚表明 中央支持香港拓展暢通便接的國際聯繫 與更多國家開展更緊密的交流合作 擴大經貿合作網絡 他認為 香港對中央這方面的支持的訊息說得不多 重視不夠 當然啦 因為 以往 中央都不用靠你香港 澳門也能取代香港 上海也能取代香港 深圳也能取代香港 到處都能取代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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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府早前大幅放寬入境限制 路民端說 據他了解 政府這件事跟中央是很好的溝通的 不是得不到支持的 那麼我想問一下 為甚麼習近平外面的解讀還說他要截我隔離 7加3 而你香港是0加3 為甚麼香港的地位 比習近平更加高呢 你可以解釋一下嗎 我想你解釋不了 也不敢解釋了 國家主席又要這樣 國家副主席王岐山又說隔離員先出來 所以那次那個展覽會 王岐山沒有出席 之後 9月30日才出席 因為隔離完畢 去完英國國狀 全部都是廢話 你們解釋不了 為甚麼香港 可以提早在習近平隔離期間 就可以放寬0加3 而習近平 是要隔離 可不可以解釋得到 當然不行了 我們要說回 香港要怎樣 在他剛才所說的更大範圍 更寬領域 更深層次對外開放格局中 發揮重要功能 針對西方政客和媒體唱衰香港 每刻一個兩制 預計20大之後 中央會採取有力措施對外推介香港形象 加大力度支持香港和世界各地展開更廣泛更緊密的交流合作 相信20大之後 香港在中央支持下開拓經濟發展新局面 值得期待 為甚麼 為甚麼香港在20大之後才可以 為甚麼香港在20大之後才可以 因為20大要換了人 換了一個以前打壓香港的習近平 其實我想 告訴大家 香港 習近平的政策 連福建邦也身受其害 以往福建邦可以在香港撈油水 在香港集資 現在沒有了 全部集不到資 他們在香港的生意一落千丈 基本上全部是混蛋 沒有甚麼生意找到食 除了 那個英文品360找到食之外 英文品360找到招商局入估 很好的環境 除了他之外 個個都不行 大部分人 都苦不堪言 那麼 本身香港其實是個個藍絲都死了 這兩年 有這麼極端的政策 為甚麼呢 因為習近平覺得香港不重要 香港要搞政治多於搞經濟 現在 為甚麼要放寬呢 因為換了人 如果繼續是習近平掌政 如果習近平可以連任的話 香港 是不可能放寬的 因為要講政治 大家要想清楚這個問題 這次 出來爆料的是誰 出來爆料的是盧文端 這個是香港的福建邦大佬 習近平當時跟他握手 也認得他 戴著口罩也認得他 怎麽不認得他 你跟著他嘛 你是他的年輕人 怎麽不認得他 但是現在問題 那些年輕人也身受其害 盧文端 不是只要親習近平 他也要代表所有福建邦 福建邦現在 很多半死了 很多已經是 已經是在打點滴 香港的生意不行 大陸一樣沒有生意 你以為大陸有生意做嗎 福建也沒有生意做的 其實現在福建邦 我相信整個福建 想習近平死的人 絕對比想他生意 因為被搞到 沒有生意好做 福建人很現實的 沒有飯吃的時候 老爸老母也要死吧 習近平親手打亂很多福建人的飯碗 你提拔了一些人上去中央 問題就是 在福建每個都很糟糕 你怎麽叫福建的鄉親支持你呢 不能支持的 你打亂很多人的飯碗 怎麽支持你呢 福建現在唯一沒有受影響 可能是寧德時代 做電池 做電池 石墨熙 其他 每個都很糟糕 是不是 當然啦 你看到有部分福建幫是很糟糕的 不是每個都很糟糕 但是很多都不糟糕 這個才是 問題的所在 所以盧文端 現在出來開康了 其實盧文端 他當然不會告訴你 我們也很慘 不好意思說 但是 他也出來告訴大家 二十口之後可以放寬 譚耀祝不是漏料來的 他們的資料哪裡來的 他們的封邊收回來的 當然知道什麽事 當然知道習近平 不行啦 是不是 好了 又有多個證據 外面一般人不敢說香港 因為 你拿香港一印下去 習近平就不可能連任了 因為習近平 是這三年來最大力打壓香港的人 當香港一放鬆 意味著習近平的路線被否定 你覺得 一個人可以連任的話 他的路線會否被否定 他是全面被否定 對香港的實施那種 獨裁那種高壓 防疫的高壓 對香港的 種種的限制 突然間放寬 原因是什麼 原因就是 話事那個人沒有辦法繼續 如果他可以繼續 香港你覺得可以放寬嗎 是不是 沒可能的 大部分人 我看外面所有的姊妹也好 都很少提及香港 這個香港是最重要的因素 我認為 現在習近平 可以 可以繼續做下去的機會很低很低 不過跟大家分析 有人問過 你覺得香港是不是重歸江派呢 香港未必是完全是江派 因為這次 是江派團派合作 最少鬥到攬炒派 習近平就是攬炒派 很明顯是加速師 加速共產黨滅亡 我們希望他其實繼續做下去 不過問題 有個問題 就是習近平繼續做下去 香港 可能我們跟香港 大陸的親戚朋友是永別 因為 他 很大機會是搞閉關所國 這個才是 大陸 那些元老全部集體反抬 所有的 元老不只是江派 加上團派 一起一致行動 一次反抬的原因 就是 大家都不想閉關所國 當他閉關所國 他的政權可能會繼續延續下去 不過大家都不需要再過好日子 有機會 香港會 封廣 甚至乎 人民幣也會 做回一個 不 不可以對外開放的貨幣 因為他要關門 他已經在說內循環 要 歌頌以前的閉關所國 名稱年代的禁海 到了那一步 大家都死了 沒機會 反而 他倒台之後 香港一放鬆 才有機會 不放鬆 沒機會 當年蘇聯不是被 麥當勞去他那裏 叫鬆他 蘇聯沒有那麼快倒台 所以 一旦他的手指一鬆 你就可以叫鬆 一叫鬆就有機會 有勺子可以進去 當他 緊閉的時候 不出來和你迎戰 全部躲起來 和外界 斷絕的時候 你動搖不了他 我的分析是這樣 這一節時間我們先說了那麼多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發生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就是有Discount